仔细看,女人被三个男人逼至悬崖边 原来就在刚刚,她的男友逼迫她 和男友的兄弟们开了车 好家伙,竟然有这种事 为了防止女人报警 男友一把将她推下悬崖 树枝瞬间贯穿了她的身体 旁边的两个好兄弟被惊呆了 而男友却震怼地表示 女人的存在会害他们坐牢 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随即,男友不知上有的计划 一会儿他们三个就假装打猎的猎人 然后把女人的尸体就地掩埋 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 然而,等他们再次来到悬崖边时 女人阿珍竟然不翼而飞 就在几分钟前,阿珍突然醒了过来 她看了看四周 发现地上有她的打火机 但是离得太远 阿珍便用附近的耳机线将打火机勾到手 然后点燃下面的干草 大火瞬间燃烧了树干 只听咔嚓一声 树干突然断裂 阿珍掉了下来 紧接着她听到引擎的忽鸣声 于是,强忍着腹部疼痛 用两只胳膊扑腹前进 在他们来到悬崖的前一秒 迅速提升,贴在石壁上 完美地隐藏了自己的踪迹 旁边的小胡子慌了 如果阿珍被人救走 肯定会去报警抓他们 那还不如现在就去自首 男友呢,一把掐住她下巴 警告她不要声张 否则就杀了小胡子 随即他们做出决定 要对阿珍展开猎杀行动 可阿珍呢,要反向对他们复仇 下面让伯子继续讲 而阿珍听到这话 心中哇凉哇凉的 他原本是男友的情妇 而男友是个富豪 为了避免被妻子发现 便经常以打猎的理由 带着阿珍来到沙漠度假 几乎天天都不下床 谁知这一次 他的两个好兄弟小胡子和胖子 提前来到沙漠别墅 撞到了漂亮的阿珍 当即就开始心愿一马 胖子拿着望远镜 在阿珍身上游移 阿珍对此一无所知 还跟小胡子跳了一段舞 为这趟旅程助行 小胡子却以为 阿珍对他有点意思 便在第二天 趁男友外出办事时 对阿珍强行开车 胖子半途闯进来 看到这一幕 有点震惊 小胡子竟不要脸地表示 让他一回再来 阿珍用恳求的眼神 希望胖子救救他 谁知胖子转身关上门 将电视机开到最大声 然后跳进游泳池 为一会儿做热身准备 男友回来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 但也就怒了那么一下 相比起一个情妇 他更在乎自己的兄弟 于是开了一张支票弥补阿珍 然而阿珍却反过来威胁男友 要把他找情妇的事情 告诉他的老婆 结果啪的一声 阿珍被一巴掌扇倒在地 随即他跑了出去 阿珍要去报警 男友三人立刻去追他 但这里到处都是沙漠 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跑着跑着他来到悬崖边 被男友直接推了下去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阿珍活了过来 他一定要为自己报仇 男友三人顺着血迹 追踪到一条小河边 男友断定 阿珍受了重伤肯定渡不了河 于是男友和胖子分开寻找 小胡子留守原地 而此刻 阿珍位于下游 他看到对面出现车灯 便立刻钻进水里 然后趁胖子尿尿时 悄悄从后面上岸 偷走了大枪瞄准胖子 立刻扣动扳机 结果却发出一声空响 阿珍被打倒在地 原来这是胖子的陷阱 他立刻报告其他二人 说自己抓到了阿珍 随即 他抓着阿珍的头发 将他按在水里洗头 阿珍在挣扎中摸到一把匕首 立刻刺中他的眼睛 而小胡子对此一无所知 他听着歌打着节拍 为自己即将逃过一劫而庆幸 但殊不知 胖子已经领了喝饭 阿珍拔掉匕首 背上胖子的包 骑着摩托离开这里 过了一会儿摩托没油了 阿珍扔下车 又找到一处山洞 这里很大也很隐蔽 阿珍倒出包里的东西 打开一罐啤酒 咕咚咕咚的大口喝掉 没了紧张刺激的追逐 腹部的伤口再次让他痛苦不已 于是他打开项链 取出里面的止疼药 这个曾经是男友给他的 没想到却派上了用场 然后他吞下止疼药 等药效发作后 一鼓作气取出树枝 再把啤酒瓶切开插在匕首上 用火消毒之后 贴在皮肤上止穴 过了一晚 他的伤口已然止穴 腹部还被印上了啤酒瓶的图标 他带上武器走出山洞 如同一个身经百战的女战士 拿着望远镜观察远处敌情 与此同时 小胡子去河里洗脸 结果下一秒 胖子从水中浮现 吓得他摔到了河里 此刻男友也回来了 看到胖子的尸体 心中火冒三丈 小胡子愤怒地表示 如果不是他的冲动 阿珍也不会暴走 男友听到这话怒火冲天 揍断了他的鼻梁 但内讧归内讧 正是还得办 随即两人决定分开搜寻 阿珍拿着望远镜 发现了小胡子的身影 而就在这时 车子没油了 小胡子下来加油 阿珍躲在暗处 端起一把狙击枪 瞄准了小胡子的脑袋 而小胡子眼睛一瞟 感觉周围有一样 但什么都没发生 于是又专心去加油 阿珍等了几秒后 重新瞄准小胡子 砰个一声 小胡子中枪了 但他出来一看 却不见对方踪影 原来刚才那一枪 由于阿珍没预料到 狙击枪的后座力 只打中了他的肩膀 但地上留下一道血迹 阿珍一路追踪 而小胡子很聪明 用袜子系住肩膀止血 他看到阿珍走到前面 随即单手给枪上子弹 悄悄来到阿珍身后 砰的一声 阿珍也中枪了 不过因为小胡子肩膀有伤 只打中了阿珍的耳朵 阿珍立刻奔逃 途中打碎手电筒的镜体 小胡子没有防备 瞬间踩中碎片倒在地上 他强忍疼痛 徒手拔出玻璃碎片 然后回到车上 继续追击阿珍 两条腿肯定跑不过似的轮子 阿珍索性端起枪来 对小胡子不停射击 但距离太远了 阿珍次次落空 眼看小胡子就要冲到他眼前 他便在毫秒之间 开枪后立刻转身 小胡子顿时中枪领了盒饭 现在就只剩那个渣男了 此时 男友找了胖子的车 却没有发现阿珍的踪影 他立刻联系小胡子会合 结果对方迟迟没有回应 男友便顿时明白了 小胡子也被阿珍干掉了 愤怒的他只能踢沙子捡气 随后他回到别墅 打电话叫来直升机 准备离开这里 就在他洗完澡出来后 阿珍端着狙击枪 赫然出现在别墅外面 男友看到他一身伤痕 心中顿时害怕起来 但他希望阿珍能念在过往 勤奋放他一马 只见他刚要开口 哐个一声 他被一枪射中妖夫 男友立刻起来还击 但阿珍实在天赋异比 连发好几颗子弹 根本不给他反抗的机会 男友打不过阿珍 便只能拖着受伤的身体往里面爬 阿珍立刻顺着血迹追踪 他看到男友似乎爬了出去 但殊不知 男友此刻就在拐角处 端着一把大枪 准备来个守株带兔 可正当他准备走出去时 地上蔓延出一滩血迹 阿珍便立刻原路返回 准备来一招黄雀在后 此时男友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暴露了 于是从反方向追了过去 两人正好阴差阳错 在别墅里挽起了躲猫猫 但腹部的伤痛 差点让男友倒在地上 于是他用保鲜膜缠住腰服 继续跟阿珍对抗 结果却不小心踢到了东西 阿珍听音变味 立刻找到了男友 两人互相对射 男友怕得连连后退 瞬间用光了子弹 只能顺着走狼 不停地转圈奔跑 消耗阿珍的体力 结果 阿珍却一不小心滑倒 枪也摔了出去 地面光滑无比 阿珍怎么也站不起来 男友听到声音后 从后面悄然出现 猛然打趴了阿珍 随即 他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将心中的怒气和怨恨 化为乌言慧语 全都输出在阿珍身上 然而下一秒 阿珍一把扣住他的伤口 随即抄起大枪 直接送男友下了地狱 本篇完 本篇叫复仇战机 本期问题 你觉得 在坏人三组中 谁最可恶 选男友的扣三个一 选小胡子的扣三个二 选胖子的扣三个三 伯乐觉得男友最坏 从头到尾 都没有流露出 一次的不忍 而小胡子 趁男友不再干坏事 遇到危险呢 又会退缩 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胖子也很可恶 他明明可以救阿珍 却选择助手为虐 所以在生活中 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 出门在外 一定要与家人 和亲人的朋友为伴 不要亲信他人 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本篇好看 推荐就很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学用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